作者,金马楼乾隆十二年1747年12月29日晚,这天正值除夕,然而,当神州大帝鞭炮其名,千门万顾此就迎新之时,皇宫中却是一片死寂,各种不安笼罩宫墙,气氛明重而不详,也就在这个晚上,皇子永从不幸夭折,位己两岁,永从系皇后傅查氏所生第二子,在他之前,其兄长永连曾被密定为皇位继承人,以待来日程序大统,熟料人算不如, 不天算,有脸长至九岁时不幸染病身亡,这让乾隆感到极其悲痛而遗憾,事后,乾隆特下预称,二阿哥永连乃皇后所生,朕之嫡子,为人聪明贵重,气宇不凡,当日蒙我皇考命为永连,引然是以成宗器之意。 乾隆人年七月初二日遵照皇考成事,亲书密旨,赵诸大臣念玉,收藏于乾清宫镇大光明匾之后,是永连虽未行特例之理,朕已宁为皇太子已,今于本月十二日偶远寒急,岁至不起,朕先身为悲道,朕为天下主,岂肯因幼伤而返怀抱,但永连细镇彼此,已定见处之计,与众子不同,一切典礼, 驻照皇太子已驻行,事后,乾隆宣布绰朝五日,并试用脸为端会皇太子,按儒家协理,皇贤程序最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,但有幸以来,清宫从未有过嫡子为太子并继为皇帝的先例,也正因为如此,一向笃信如学,喜好识群识美的乾隆,使真心期盼在自己手里开创记录,已是大清皇朝明正言顺,所幸的是,有脸妖王不久,孝贤皇后再度受孕, 这让乾隆又看到了希望,为迎接这个新生儿的来临,乾隆打破一居圆明园庆贺上元节观看烟火的惯例,而与紫禁城主持各种典礼祭祀,其中的主要原因是,孝贤皇后身怀六甲,乾隆担心车马劳顿,会影响到孝贤皇后和未出生的孩子,不久,永同诞生,巧合的是,这天下直佛诞日四月初八,九汉的华北大帝又降丹林,乾隆大喜之余,特作诗姓贺,九龙喷水泛寒船, 一次金丝信有烟,你看蜀田瞻我若,更心术必尽居然,人情敬艳贤何欲,天意清成被替钱,恶手但知风势锐,以其碎碎邪为原,大概怕别人看不懂,乾隆又在下面加了一条注释,释日,中宫有弄章之喜,四年佛诞,永从周岁,喜人的春雨又下了一夜,乾隆高兴之余,再次赴诗一首,连仙夜雨枕边传, 天觉长成毒厚烟,饶有罪时风屁弱,那无辅杰性油然,翠盘瞎指指图刻,佛波良因自足前,下一去年的巨日,果然碎碎结为原,从各种迹象看,乾隆有意将成绩大统的希望,寄托在这个缘后敌出的婴儿身上,婴儿对永从的格外珍爱也就不在话下,可惜的是,皇天苍苍并未顾及乾隆的一片苦心, 就在这年的最后一天,永从身染满洲人最害怕的天花而不幸妖王,永从去后,乾隆感到极度遗憾而悲到万分,齐特班一指,说皇妻子永从,欲催中宫,性成粗贵,圣母皇太后因其出色政敌,聪领舒长,钟爱最堵,而她的本意呢,也是身旺教养成立,可数成挑,谁知突发斗辙,令人十分悲痛,永从虽是莫定的皇太子,但毕竟未像永脸那样舒指封住, 何况尚在强宝,非其胸可比,不过,永从终究是中宫皇后所出,丧怡英是皇子从幽,祝送入永脸所在的朱化山太子缘请,让他们兄弟有个伴,一致最后,乾隆发了一痛感慨,说,正即位以来,敬天勤明,心音技术,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,而彼此赞伤,推求其故,难道是因为本朝四世主张皇帝已至正宫, 皆未有议员后政敌上成大统者,赐此竟成家法,而真立意私信,必欲以狄子成统,行先人所未腾行之事,要先人所不能获之福,以致狄子怜丧,天意难为,如果真是这样,此乃正过言,结选自金满楼,皇城逆史,乾隆和他的妃子们,山西人民出版社,2015年版作者头条号, 科别史册,欢迎关注